欢迎来到新闻现场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要带大家来看看 全球鸡尸出现了缺口的问题 未来恐怕会出现所谓的鸡尸荒 那么高兴背后到底藏有哪些的辛酸面 其实缺口问题随着这个航空业发展很兴盛 鸡尸退休潮涌现 所以鸡尸短缺的问题 其实存在已经好久好久了 那么全球的航空业 在未来十年之内将会面临到鸡尸大量的短缺问题 但是开始接受培训的鸡尸又不到五成 所以变成衔接出现一些落差了 其中在亚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鸡尸的需求成长是最快的一个区域 目前大概是有8.5万名的鸡尸 但是随着中国还有印度他们经济迅速的成长 所以飞行的次数也跟着增加了 每天飞上天的飞机越来越多 对于合格鸡尸的需求将会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那么全球有超过10万架航次的班机 每天都要飞上天 代表每天你至少需要20万名的鸡尸来驾驶 根据这个波音统计 到2035年之前 全球是需要63万名的鸡尸 然而美国现在提高了鸡尸的合格门槛 再加上大批现有的鸡尸又准备要在65岁的时候退休 所以美国即将会出现鸡尸皇 这名23岁的女机师 已经有三间美国地方航空公司抢着药 不止因为她拥有四年的飞行经验 更因为美国航空业证陷入即时慌 从这张秘密麻麻的图表 就可以看出每天全球有多少的商业航班 然而未来20年 全球继续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根据波音的统计 到了2035年前 全球至少需要新增超过63万名鸡尸 另一方面 2000年美国911攻击事件之后 当时航空业急动造成航空公司的倒闭潮 一度让大众对鸡尸这个工作兴趣缺缺 却因此形成了断层 如今大批鸡尸即将届满65岁退休 加上美国法律提高了鸡尸合格的飞行时数门槛 多重因素下让美国鸡尸延住短缺 此外中国中产阶级兴起也让航班需求大增 除了高薪增强美国的机师 许多中国学员更愿意砸重金到美国读飞行学校 毕竟前期投入的昂贵学费成为机师之后就能获得回报 三一新闻录小平众我报道 其实很多人都有想这个考机师的梦想 但是你想真的考上是不容易的 通常呢要怎么当上机师呢 是有三种管道的 第一种呢是你自行去跟这个飞行学校报名 你称作自讯机师 想要考到执照呢 必须要飞行三百个小时 但是学费有点贵 因为突破百万元哦 但如果呢是航空公司安排的培训呢 就不用钱耶 完全是免费的 每个月还有两万块的薪水可以领 那么全球闹机师荒 也让飞行学校是越来越热门了 再来看到第三种呢 则是这个空军退役 服役期满之后呢 转入了民航去继续服务 但说到了航空公司培训学员的时间 大约是在两年左右 主要的课程包括了地面学科 还有飞行训练 那么在地面学科的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补强你的飞行训练基础 而飞行训练呢 当然就是教你怎么飞 要学会所有飞行的标准程序 刚开始呢 你会先在椅子上面来做模拟飞行 这一年哦 必须要克服很多 像是呢 这个仪器飞行 还有呢 私人机师执照 以及商业飞行的一个执照 任何一关没有通过的话 你就要打包回家了 空中翱翔 远眺一望5G的地平线 在驾驶舱开着飞机 是许多人想要完成的梦想 你愿意 然后你会全部进去 进去 它不会很简单 你如果想要改变 它不会很简单 如果实际上是简单 大家都会做的 但是如果你真实 你会全部进去 没有错 要成为机师之前 首先得经历艰辛的过程 尤其是考上航空公司的机师培训班 一连串的课程 大致分成地面学科 以及飞行训练 飞行训练顾名思义 就是坐上模拟机 或是实体飞机 在基础还没打好之前 通常都会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不适应的人 甚至会头晕或呕吐 30米 我会下跌 50米 40米 30米 把跌跌的跌跌 跌跌跌 跌跌 而为了打好驾驶飞机的基础 飞行知识就很重要 地面学科相对枯燥无味 但一趟飞行 从前制作业到飞行计划制作 过程中必定会碰到 要如何解读飞机的载重平衡 机场路线 天气评估 各种复杂的变相 如果要学会 就得苦读气象学 导航学 航空法规 以及各种基本数理学科等知识 日复日日 完成大约一年多的训练 包含在国外大约10个月的受训之后 就可以正式拿到商用驾驶员执重 接下来回到航空公司 再继续接受民航机师的职前训练 以及各式各样机种的转换训练 深层的学科考试 还有模拟机的测试 各种欧心地鞋 重重的考验 就是要学员磨练层 能够负起飞机安全责任的机师 倘若这些能够鉴定完成 那么恭喜您 您已经成为机师 三立新闻 陈泰报导 能够翱翔天空 真的看起来很酷很帅 但是顺利当上机师之后 工作是不可以马虎的 为了要确保乘客的安全 这些机师必须在起飞之前 做好前置作业 那么至于新晋机师 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赶快来听听看 I first knew I wanted to be a pilot when my father's friend took me up in a little cub airplane on a grass trip before that I'd always kind of you know looked up and thought wow that'd be a neat profession to get into once I graduated high school before I went to college I got my private pilot's license I was 22 years old when I started training at NTP to get to the airline it took me about a little over two years usually I show up to the airport about an hour before my sign in time sign in time is 45 minutes before a flight starts show up to the airport go through security check out the weather maybe get some coffee and get prepared for the flight I go to the gate meet the crew it's kind of funny that no matter how many flights you do it seems like you're constantly meeting new people doing it so meet the crew go down to the airplane get the airplane set up and get ready to go fly what I enjoy most about flying the aircraft it's a very automated aircraft but there's a lot of hand flying to it as well we also go into some smaller airports so we're entering the traffic pattern just like you would in a Cessna 172-152 so that's fun and exciting 虽然很刺激很好玩 但是呢 刚刚也说到了 男生要当商机师 都不简单了 何况是女生呢 如果再来到印度 是不是会更加困难 因为很多印度男性 到现在他们都觉得 女人只是一个物品 那么在这样子 女权很低落的国家里面 却出现了一位 全世界最年轻的 波音777 女机师 她很漂亮 有自信 让她成为印度年轻世代的 新偶像 印度沙利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服装 前几名 前眼的织布搭配上 印度女人深邃的五官 不管环肥艳瘦 都能穿出不同风情 让人忍不住 多看几眼 女性的鼻子上 大多有鼻环或鼻扣 原来这不是时髦的装饰 而是印度民情 男尊女卑 代表已婚身份的鼻环 是当地男性对另一半 展现绝对占有的掌控权 很多人脖子上还挂着金项链 这是为了祈求丈夫和孩子 平安健康 小孩已经十几岁了 还是要妈妈帮忙洗澡 大部分传统印度女生 嫁人后遵循世俗规范 当全职的家庭主妇 洗衣 煮饭 顾佳 彻底贡献给家庭 但时代在变 印度业逐渐翻转 嗨 欢迎你 Cilia 你好吗 谢谢 很好 很好 你好吗 她是安妮 全世界最年轻的波音777女机师 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今年才30岁 我感觉非常好 希望很多人在写着我 想成为船长 他们也写着同样的问题 他们有金融的问题 我希望全国的国家 能减少资金额资金额 至少会让人们成为 一头黑色长发 穿着紫色衬衫和黑长裤 讲起话来显得格外自信 当上机师 只因为小时候 向往蓝天 但能有现在的成就 安妮一路走来 绝非容易的是 很多人都会说 你花这种钱 给一个女儿 你能够结婚 但你拿这种资金 给她的教育 这就是很不知的 在那时候 没有人在那里 所以他们说 你送她去不知的地方 然后给一个女儿 所以很多人都不送 她来自印度东南方 一个淳朴小镇 爸爸是军人 妈妈就是印度传统的家庭主妇 家境虽然不差 但要支撑飞行学校 约合台币180万的学费 依旧很吃力 父母到处借钱 完成女儿的心愿 破英文让她很难交到朋友 乡下小孩的单纯 却被当作笑柄 这还没完 当时她穿着沙利去上课 也被同学当作一类 他们说 你能够穿衣袋和衣袋 因为这就是工作的需求 我非常肯定 我会做什么 工作的需求 但人们在观察 是很自然的 让人们已经知道 如何运动 到你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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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愿意学习了 认清自己的不足 总是比同学努力 17岁进入飞行学校 19岁毕业 就考取印度最大航空公司 驾驶波英737客机 拥有近十年的飞行资历 但这没有让她就此而满足 因为她不只要开飞机 还立志要驾驭 最困难最大的客机 最后在三十岁 顺利当上波英777副机师 女士 在身体方面 没有很难学习 但它是一个男人 主义的地步 所以你必须要努力 才能证明自己 你觉得你很好的选择 对 对 那就是这个工作 对 很有主见 做事当机立断 在安妮当上机师后 还是不断充实自己 陆续拿到了航空管理学士 以及法学硕士学位 目前也有位交往稳定的男朋友 她不因为自己生在印度 也不因为性别 化地自现 这位印度的新女性 成为当地年轻世代的 全民偶像 哦 哦 是 哦 哦 哦